好的同学们欢迎来到儿科组织的讲堂 这里是冲刺提分环节 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第五章营养性疾病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考纲对这样的一个章节是如何来进行要求的 营养性疾病一共是有五个小节 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我们考试分为四章卷 第一章卷是咱的基础知识 第二章卷是咱的相关专业知识 第三是我们的专业知识 第四是实践能力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三章卷 它是怎么样具体来要求的 在我们本章节第一节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这个章节里面临床表现和治疗要求熟练掌握 其中临床表现第二章卷的考点 治疗是我们第三章卷的考点 那么在勾搂病上咱的临床诊断 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治疗都要求熟练掌握 而我们讲整个在考核里面 临床表现几乎都在第二章卷里面考 而我们的诊断鉴别诊断以及治疗都是在第三章卷里考 咱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往往都是第一章卷的考核要点 所以在我们勾搂病里面 我们就说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是我们的熟练掌握内容 那么除此以外能有手足错虐在手足错虐里面和勾搂病一样 我们仍然是要求熟练掌握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维生素D中毒整体来说都是要求以掌握为主 肥胖病要求大家了解就可以了解就说考试的比重会适当的降低 维生素A缺乏症这个点倒是考刚要求熟练掌握的点 熟练掌握哪两个点呢 熟练掌握咱能诊断鉴别诊断以及治疗和预防 这两个点都是在第三章卷里面进行考核的 这个维生素A缺乏症 维生素A缺乏症是要求这两个熟练掌握 维生素A中毒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管发性维生素K缺乏性的出血 这个是咱们考刚要求的要点 我们要熟练掌握临床表现 熟练掌握诊断和鉴别诊断 熟练掌握病因和治疗 所以很多人在复习的时候会忽略到这个点 而这个点在咱们考刚的时候是要求熟练掌握的 微量元素缺乏了解即可 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 大家要求重点掌握如下四点 第一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第二勾楼病 第三手足错虐 第四晚发性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点 也是熟练掌握比较多的 就是维生素A缺乏症 所以本章节呢 我们的考点主要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习题是怎样来进行设置的 好的听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考核的是人出入 它是针对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 这个知识点来进行考核的 我们来看一下 选哪个选项 所有的讲解之前呢 我们都建议大家自己先来做一做题 因为你自己做了一下以后 我们才能带着问题来进行讲解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人出乳 所谓人出乳 往往指的是出生以后 宝儿出生过后一周以内的奶 对于出乳来说 它的量比较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脂肪量是最少的 那什么多呢 蛋白质多 抗体多 所以我们经常讲 妈妈给孩子两份礼物 一份是妈妈通过胎盘给孩子的免疫球蛋白 AGG 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给孩子的人出乳 那么这两个呢 都可以保护孩子免受外界感染的侵袭 可以让他能够健康的长大 而且呢 在这里边就说了 人出乳又被称之为叫黄金奶 为什么呀 因为人出乳从外观上来看 是淡黄色的奶 那么呢 我们讲了出乳的量比较少 每次的补味量大概只有14到45 15到45毫升 每天呢 也只有250到500毫升 质地比较稠 大概是黄色 比重比较高 大概能达到1.030到1.060 它最大的烤点就是脂肪少 蛋白质多 蛋白质里面最多的是免疫球蛋白 所以呢 咱们的答案是A选项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多 所以这个出乳能不能加热 绝对不能 因为加热过以后容易凝固 那么除了有我们的蛋白以外 它还会有维生素A 牛黄酸 矿物质 这些含量都是比较丰富的 最重要的是 它还含有出乳小球 这个出乳小球是充满脂肪颗粒的巨氏细胞 和其他的免疫活性细胞 所以呢 它对于小宝贝的生长发育和抗感染的能力 至关重要 那么这个考点呢 考核的就是我们的人出乳 没有问题吧 答案是A学校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呢 考核的是成熟乳 我们讲成熟乳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低的 蛋白质含量低 但是每日秘乳量就增加 每日秘乳量可以达到700到1000毫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又可以充分满足宝宝对于营养和生长发育的需求 但在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 成熟乳里面蛋白质低 什么高 脂肪高 脂肪高 那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三题 营养不良 它的一个评价指标之一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考核的就是说 它的一个评价指标 是身高测量值小于中位数 身高测量值小于中位数 但是选D对吗 不是 它要看小于中位数的多少 小于中位数两个标准差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是C选项 是C选项 没问题吧 两个标准差 我们讲如果考核考到营养不良的话 它往往是要来看它的体重 体重可能会低于同龄同性别 参照人群的均值 低于多少呢 两个标准差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来考核的要点 它可以反映一个孩子过去和现在 它的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 但是呢 单凭这个指标 我们是不能够去有效的区分 习性和慢性营养不良的 咱们接着来往后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呢 考核的是调整饮食热量供给的情况 我们自己先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营养不良调整饮食的时候 它开始供给的热量是多少 很多人说轻胶记不住没问题 你往后看签卡就是了 咱在给它进行营养供给的时候 整体来讲有一个原则 就是从低到高 从低到高来进行供给 所以呢 我们开始供给的热量是从50千卡开始的 从50千卡开始 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题如果要考核的话 往外扩展还可以扩展到哪里 扩展到蛋白质 如果考试考核到蛋白质的话 那我把这个点 抢给你 这个点如果考核 考核到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的供给量是多少呢 蛋白质每天是1.5到2克 每公斤体重 那么蛋白质是多少呢 蛋白质大概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5到2.0克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呢 它逐步增加 可以增加到3.0到4.5克 每公斤体重 但是咱这个题能考核的是热量的供给 热量的供给一般来讲 是从50千卡开始的 50千卡开始 那么最初几天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会使用一下腰素饮食 也就是说不需要消化吸收 就可以直接被机体所吸收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饮食 那么呢 我们如果这个孩子的胃肠道功能比较好的话 那么也可以逐步的往上增加 一直增加到100到150千卡 那么液体量的一般来讲和之前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所以在这种调整饮食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考两个点 一个是热量 一个就是蛋白质 我们一定要稳住它的开始供给的点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题答案选的是C选项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考 营养不良最常见合并的维生素缺乏 正是什么 那么最常见合并的是维生素A的缺乏 维生素A 除了营养不良以外 麻疹也会导致维生素A的缺乏 这两个呢 是我们经常会考的两个点 那么咱接着往后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说 营养不良性水肿 它的原因是什么 来听 你先选择一下 你想选哪一个 营养不良性水肿 我们说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 它是由于摄入不足 能量不足 热量不足 蛋白质的代谢处于了一个负平衡 那么在这种负平衡的情况下 身体就会消耗大量的本身的蛋白质 那么你看蛋白质被消耗掉了 蛋白是不是就会降低 蛋白降低 当血清的总蛋白低于40克每升 白蛋白低于20克每升的时候 就会出现全身低蛋白性水肿 因为蛋白要是维持我们血管交替渗透压的 当这种渗透压降低的时候 就会引起水肿的情况 水纳注流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主要考核的 是在那个低蛋白血症选选选项 你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七题 第七题营养不良皮下脂肪消减的顺序是什么 这个呢我们曾经给我一个很经典的叫先瘦肚子后瘦脸 所以答案不是C就是E 一定在这两个 那么接下来呢腹部往外应该是躯干 然后再是臀部再是四肢 最后是面颊 它一种什么感觉 腹部向外蔓延蔓延到躯干 躯干再向下蔓延蔓延到臀部 臀部再向上向下蔓延到我们的四肢 最后往上是到我们的面颊 就相当于是以腹部为中心 往外扩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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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选的呢就是意义选项 意义选项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八题 第八题呢说了一个营养不良的患者突然出现面色苍白 体温不升 体质神智不清 呼吸暂停 考虑什么 这题就是白送分的题 我们曾经说过 呼吸不良的患者如果在清晨或夜间突然出现了晕厥或死亡 B的已经选低血糖 低血糖 B选项 为什么这么来说呢我们讲营养不良 那这个孩子会出现自发性的低血糖 而自发性低血糖的表现 一个是在面色上面色灰白 而且呢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异常 会出现神智不清 还会出现我们那个呼吸减慢 体重不升 但是有的时候呢是没有抽搐的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这个孩子会因为呼吸麻痹而死亡 所以咱在做题的时候一定稳住了 但凡考到营养不良的话 而只要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 像体温不升 神智不清 呼吸暂停 闭着眼血 低血糖 低血糖要是考怎么办 测糖 补糖 我们呢接着来看一下第九题 我们呢来看一下第九题 营养不良生化检查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 营养不良生化检查当中最改最重要的应当是我们血清白蛋白的降低 血清白蛋白浓度降低是最突出的表现 所以咱的答案是一选项 但是呢这两年来根据临床实践我会发现 血清白蛋白降低确实突出 但是不太灵敏 所以这些年来呢我们认为如果血浆的蛋白质或者说是氏黄醇结合蛋白 钾白蛋白甲状线结合钾白蛋白以及转铁蛋白都可能会具有一些早期症状的意义 除此以外呢 胰岛素血浆的胰岛素养生长因子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营养不良生化检查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 这一题啊我们的答案是一选项血清白蛋白的降低 血清白蛋白降低呢是我们营养不良生化检查当中最突出的表现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是一选项一选项 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啊 这个点虽然比较突出 但是并不够明明不够灵敏 所以这些年来啊我们认为血浆的蛋白质 可能会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比如说有哪些 可能有四黄醇的结合蛋白 有钳白蛋白 有甲状腺结合钳白蛋白和转铁蛋白 如果考试没有血清白蛋白 有这几种蛋白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选的 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 当然可以看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血浆的胰岛素养生长 胰子一叫ATF1 它们呢也是诊断蛋白质营养不良比较好的指标 比较好的指标 那么在营养不良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影响下 血清里边的氨基酸 多种血清霉的活性 血糖 胆固醇 微量元素也是会出现降低的 而生长激素的水平 这会出现增高的情况 所以呢这是我们营养不良生化检查里面相应的考点 我们有个印象就很好 咱接着往后来看一下第十题 因而营养不良的原因不包括什么 这个题呢可以直接选睡眠过多 没听说睡多了还会顺出来营养不良的 对不对 那么蛋白质营养不良 它常见的病因 第一个就是长期摄入不足 那么除了摄入不足以外还会有什么呢 消化吸收的障碍 或者说这个孩子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可能会需要量增多 也有可能会出现消耗的过大 还有可能会出现胃养的不大 这些呢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 但是和宝儿的睡眠过多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医学下并不对 我们呢接着来看一下 可以提高嗅觉的敏感度 增加食欲的是什么 我们你要电视上经常会演 孩子说 宝儿不想吃饭 然后拉肚子腹泻肿不好 和葡萄糖酸心口服液 难平的 对吧 为什么这么来说的 我们就讲心的质迹 是可以提高味觉的敏感度 提高嗅觉的敏感度 可以增加食欲 最担选的是心 如果要是补心的话 每天可以口服元素心 大概是0.5到1毫克 0.5到1毫克 每公斤体重 没问题呗 好的呢 那么呢 这个考点呢 往后就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 缺乏的阶段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12题 这就说了 儿童如果缺乏心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儿童如果是一种心缺乏的话 他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落后 再选的是12题 是第大案 小儿呢 往往表现为一种慢性的心缺乏 他的症状可能是从心到重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会有食欲不振 那差 食欲下降 那么他就会出现生长发育的迟缓落后 孩子就会表现出来的是生财矮小 他的体重身高都会低于同龄的儿童 而且呀 抵抗力差 容易反复感染 特别是上呼吸道感染 他的性发育呢 也可能会延迟 智能发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迟缓 所以在这里边呢 他的心缺乏主要的表现 还是在我们的生长发育落后上 重点选的还是地选项 那么13题呢 就问了 那既然心这么重要 心会来源于什么 或者孩子吃什么 可以有效的补心 心往往是来源于动物性的食物 比如什么呢 肝脏 鱼 瘦肉 禽蛋 牡蛎 那么我们讲妈妈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是他的出乳 在出乳里边 含的心就比较的丰富 所以我们讲 母乳喂养的孩子 是有很多的优势和优点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14题 14题问了 心缺乏的话 每日补充的心是多少 我们讲既然缺心就要补心 首先是口服补 因为口服补心比较符合人体的正常代谢过程 我们一般选的呢 是葡萄糖酸心 咱每日补心的量是咱们考点 0.5到1毫克每天 你选对了吗 那么你看接着15题就问了 那么咱补心疗程是多久 补心的疗程是多久 你选哪一个 补心呢 那咱刚讲了补的是葡萄糖酸心 每日的新元素或者叫元素心是0.5到1毫克每公斤体重 它相当于葡萄糖酸心3.5到7毫克每公斤体重 疗程这是一个固定 这是一个固定 这是考点2到3个月 疗程是2到3个月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的选项就是C选项 没有问题吧 那么呢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16题 这题考的是因而点的推荐摄入量 那么推荐摄入量这是一个固定 这是考点我们的选项是50毫克每公斤体重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题呢我们答案是B选项 一般来讲0到12个月 因而它的点的推荐摄入量选50 那么呢17题考核的也是我们的微量元素缺乏这样的疾病 这里就问了哪一个属于地方病啊 地方病我们有一种病说那个地方是缺点 所以人呢就会出现明显的大脖子对吧 所以我们就讲了点它是有明显的地方性的情况的 而什么叫地方病呢 地方病是指有原格的地方性区域特点的一类疾病 而在这里边只有点具有这个特征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B选项 没问题吧 我们接着呢往后来看一看18题 这里问了哪一个不是维生素A缺乏的也不表现 大家看一看你选哪个 维生素A缺乏它会导致如下的情况 它最初的时候呢会是暗适应的时间延长 在暗光底下视力渐退或者在黄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事物不清 严重呢会发展为一眼盲症 所以你看C选项没问题 B选项没问题 这都是维生素A缺乏的眼部表现 除此以外我们说了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的眼睛会干燥不适 所以它会经常的眨眼 那么这个时候呢眼睫膜和角膜会慢慢的失去光泽和弹性 那么它有的时候呢眼球向两侧转动的时候会看到秋节膜 折叠形成了一个同心的皱纹图 而近角膜旁边有泡沫状的小白斑 一斑不容易插去 而这个就是咱标志性的B拖斑 所以B拖斑呢是维生素A缺乏的典型表现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说见B拖斑直接选维生素A缺乏 除此以外角膜干燥 它还会出现浑浊 还会出现软化 严重的还会引起溃疡 溃疡还会导致感染 甚至严重的会出现角膜的穿孔导致失明 所以它还会引起角膜的溃疡穿孔 在这里我们选的是B选项 但是它并不会出现眼睫膜的充血 因此咱们的答案是A选项 没问题吧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19题 19题考的是勾搂病6个月内常见的改变 6个月内最常见的是颅骨软化 3到6个月就会出现颅骨软化 像乒乓球一样 有的家长会很着急的来找你 但不然我把我孩子脑袋给摁下去了 这时候就发现摁往下摁就能摁一个坑 你手一松这个坑还能奔还能弹回来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乒乓球样感 就我们摁乒乓球那个时候的手感 所以这个时候它往往是由于盖子缺乏引起的 3到6个月就能见到颅骨软化 颅骨软化 那么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异选项 这里讲了4个月的时候 能见到什么呢 4个月 三软六拙八方炉 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见到颅骨软化 8个月的时候可以见到方炉 1岁的时候可以见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叫做X型腿O型腿 6个月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手拙脚拙针 所以在这里边都不是 我们选择的是一选项 没问题吧 4个月它是属于初期 多见于6个月以内的孩子 这个答案是一选项 那么6个月以内会见到什么呢 神经兴奋性增高 这个孩子会一击惹 烦躁 孩子烦小脑袋是否拼着命的摇摆 那这个时候头是躺在床上的 坐不起来 小脑袋和床贴在一起 所以磨得很了 就把自己圈的小毛毛给它磨掉了 这个宝儿呢就会出现整突 而且你看兴奋性增高 孩子不就开始哭吗 白天哭家长也习惯了 什么时候哭才能发现异常 夜间哭 所以它会出现夜提 枕突 而这一期呢 往往没有明显的骨骼表现 实验室检查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尤其只有血清的25腔维生素 第三的下降 所以呢 在这早期的时候 往往是没有太多的表现 我们选择的是一选项 没问题吧 那么呢 咱接着往后来看一下21题 这个刚才我们刚刚讲的 勾走病初期主要是什么 这是我直接就秒了 精神神经症状 搞定 那么呢 22题啊 也是一个送分题 这个问你 哪一个缺乏导致营养性勾搂病 咱的名字就叫 营养性 维生素D 缺乏性 勾搂病 所以选的是C选项吗 对吧 C选项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接着咱们来看一下23题 23题问 维生素D缺乏性勾搂病的恢复期 什么先恢复正常 我们讲在恢复期的时候 首先恢复正常的是血钙 血磷的浓度 当临床的症状和体征逐渐减退过以后 血清的钙磷浓度就会逐步恢复正常 那个碱性磷酸酶啊 大概是需要一到两个月的 碱性磷酸酶大概需要一到两个月 而我们的X线是要在两到三周以后才能够出现改善 它的谷密度逐渐的恢复 所以最先恢复的还是血钙 血磷 我们的答案是C选项 你答对了吗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一下24题 这里讲了 活动期血深化改变哪一个是正确的 活动期呢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这样一个骨骼的异常 那这一时期血盖低 血磷明显降低 血磷血盖明显降低 而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讲的一个机器的时候 它最大的特点是血盖低 但是谁明显降低呢 血磷明显降低 所以咱的答案是低血项 C问题在哪里 在明显这两个字上 那么呢 这个时候X线检查还会出现它的一个 谷构的盖化带消失 出现包背口状 毛刷样的改变 所以在这一时期 我们主要的考点还是血磷的明显降低 没问题吧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25题 25题这里问了 勾搂病机器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 骨骼的问题吗 会出现骨骼的机型 所以这一题对于大家来讲并不具有难度和干扰性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颅骨软化发生在哪个年龄段 这个题刚才我们已经反反复复在讲了 6个月以内的孩子 3到6个月如果考系了 是这个考点 3到6个月的孩子就会出现骨骼软化 乒乓球样感觉 整体来讲 这个章节考试倒并不难 最多答案是低血项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一下27题 27题问的是 1252强维生素第三的作用哪一个不对 1252强维生素第三 它是经过肾脏第二次腔化以后形成的维生素第三 它是具有活性的 它可以促进小肠粘膜对钙领的重吸收 可以促进肠道重吸收钙 然后还可以促进骨钙素的合成 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肩液细胞 像成熟破骨细胞分化 那么它是可以发挥它的骨质重吸收的效应 骨质重吸收的效应 也可以增加肾小管 对钙磷的重吸收 所以咱的C选项是有问题的 1252强维生素第三 它是增加对它的重吸收 这种重吸收可以减少尿磷的排出 提高血磷的能度 那有利于骨骼的概化作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考核的时候 哪一项不对 选择的就是C选项 你它对了吗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看28题 维生素D缺乏性勾搂病 早期诊断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 早期最重要的 我们之前说了 在我们初期的时候 很多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个下降 就是我们血液里边的25腔维生素第三 腔维生素第三 是经过肝脏第一次腔化的维生素第三 是血液循环当中的主要形式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什么都可能是正常的 只有咱的腔维生素第三 是下降的 所以咱的答案是A选项 咱接着来看一下29题 问 维生素第三最后腔化的器官 第一次是肝 第二次是肾 所以咱的答案是A选项 没有问题吧 我们身体需要的维生素D 来源是什么 阳光 阳光里边的紫外线 照射皮肤下面的胆固存 那么这时候就能生成内源性的维生素D 但是它没有活性 那么这个维生素D 三要怎么才具有生物活性呢 要经过两次腔化 第一次是在肝脏 到了肝脏在25腔化酶的作用下 它就变成了25腔维生素D 但是它没有活性 它最大的特点是在血液循环当中的是主要形式 所以能在出气的时候腔维生素D 三就会出现下降 那么如何能有活性 必须要在肾脏 再次腔化成生物效应更强的 1252腔维生素D 所以在这里面说了两次腔化 第一次选肝 第二次选肾 没问题呗 那么就问了哪种活性最强 1252腔维生素D 对吧 那么呢 所以在这个我们三十题里就说了 我们这边哪一种活性最强 1252腔 然后大股化春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题 三十一题这里问的是 早产儿维生素D的方法 早产儿要补得早 所以从一周开始 直接排除掉ACE 刚开始补得多 刚开始是800 三个月以后变得少一点 变成400 一直补到两岁 所以咱们答案是B选项 没问题呗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三十二题 维生素D缺乏性勾楼并预防措施 哪些是可以提到预防的作用 我们主要是加强户外运动 让板晒太阳 晒太阳是可以产生维生素D的 有的家长会觉得外面吹了风怎么办呀 晒黑了怎么办呀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该晒太阳该运动 还是一定要做的 孩子呀 不易养的太焦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三十三题 三十三题考核就是小儿肥胖病 这里说了 哪一项体重超过同性别 同身高的20%到29% 那这是一个变形的轻度肥胖 轻度肥胖 超过20%以上就可以认为是肥胖 20%到29%是轻度 那么呢 我们说什么是中度呢 30%到39% 30%到39%是中度肥胖 超过40% 超过40%到59% 40%到59% 是中度肥胖 大于60%叫极度肥胖 极度肥胖 所以呢 咱在那边考核 我们正确答案是A选项 那么接下来呢 三十四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三十四题考核的是BMI 这是咱的体质指数 体质指数怎么算的 体质指数是用体重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这张答案是A选项 谁的平方 身高的平方 国际上呢 广泛是用体质指数 来作为肥胖症的诊断标准 咱接着来看一下三十五题 三十五题问了 儿童肥胖症常见于什么时候 咱一定要说胖 80%都是吃出来的 在小的时候 然后奶奶拼着命的胃 网络不是一个嗝吗 叫奶奶觉得你还没有吃饱 所以胃成了个小胖嘟 婴儿气 有米其林小宝宝 然后呢 到了五到六岁的时候 五到六岁的时候 这个小宝贝啊 他也是属于食欲旺盛的阶段 到了青春期 他有句话叫做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我们家儿子现在就正好 在五到六岁 我明显发现 他已经跟我吃的差不多多了 而且每天就那么几件事 我要吃肉 然后我要吃鸡蛋 每天睡觉前还能跟我掺一圈 说妈妈 我想再吃一个煎鸡蛋 吃 我们家儿子最近也明显吃胖活一点 所以呢 肥胖症常见语的就这么三个时期 我们一定要能够掌握 那么接着呢 咱来看一下三成六题 三成六题考核的是手足错虐 这个点 引起手足错虐的血盖水平 应该是低于血盖水平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三成六题 三成六题考核的是手足错虐这个知识点 他首先问 引起手足错虐的血盖水平是多少 我们的总血盖在1.75到1.88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起抽搐 但这个点呢 一般来讲是已经逆行的 那么如果要是低于1.75 或者离子盖低于1.0的话 这个孩子就一定会引起抽搐 所以在这里我们考的是1.75到1.88 这一个固定知识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成七题 三成七题问了 维生素地缺乏性手足错虐症 治疗是什么 治疗的时候我们反复讲三句话 叫先正经后不盖纠正情况再补地 所以当然答案是思学家 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点呢 我们也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接下来三成八题我们来看 维生素地缺乏性手足错虐 是因为什么 这个考的是机制 它的机制可能是和我们的甲状螃蟹反应迟钝有关 我们讲了勾搂病 它的初期盖吸收差 血盖下掉 如果甲状螃蟹反应迟钝的话 那么骨盖就不能够游离 骨盖没有办法游离的话 血盖没有得到保充 血盖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当总血盖低于1.75到1.88 离子盖低于1.0的时候 就会引起手足错虐发作 而其中1.75到1.88之间 它会引起隐秘性的表现 淘面肺三大表现 叫 叫给3了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是B选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39题 因而维生素B它的推荐摄入量 前面那个呀 就说是 淘面肺 淘色症 面神经麻痹 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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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隐秘性表现有三个 淘面肺 何谓淘面肺 淘色症 对不对 淘色症阳性 面神经症阳性 肺反射阳性 这三点也是会考的 我们经常讲三个字 淘面肺 所以38题 我们的答案是 D选项 我们接着呢 来看一下39题 39题这里讲 维生素D的推荐摄入量 是多少 这个呢 对于我们来讲 并不困难 我们选择的是400 那么呢 咱接着往后来看一看 40题 40题问 受足错虐 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 经绝 无热经绝 所以受足错虐 是钙降低 所以导致的无热经绝 最严重的是猴经卵 猴经卵的时候呢 会出现声音撒哑 会出现面色发干 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咱接着来看一下41题 41题问了 受足错虐 这种猴经卵 多见于婴儿 它会出现猴部的肌肉 和声门突然发生经卵 会出现呼吸困难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突发窒息 严重缺氧 导致死亡 所以一旦出现受足错虐 这种猴经卵的表现 一定要先镇静 后补盖 纠正情况 才补地 没问题吧 所以这样答案是E选项 好的 那我们到这里呢 是吧 A1形体就说完了 从42题 我们就进入到了 A2形体的讲解 好的 请我们来看一下42题 我们自己先来做一做 42题强调 这个孩子 人工喂养 人工喂养 而且了 白 而且食欲减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的 人工喂养 可能就怀疑我们的营养摄入不了 而且面色苍白 白一般都提示一个疾病 这就是营养 进缺铁性贫血 而且这个孩子呢 还有反应低下 不爱活动 更可以印证 这是一个缺铁性贫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43题 这个孩子呢 你看生长痴缓 容易感冒 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我们怀疑心缺乏 那么这时候心缺乏 血清心会低于多少 18秒血清心会低于11.48 如果这题考到了微克每分身的话 微克每分身是75微克每分身 所以我们讲不同的这样一个单位 那么它出现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答案是一选项11.48 那么呢 接着往后来看一下44题 44题冬季出生的孩子 冬季出生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就是说没有出去晒太阳 户外运动比较少 而讲的存母乳喂养 母乳最大的缺点是 第一缺维生素D 第二缺维生素K 所以呢 存母乳喂养未天腐蚀 这个孩子又出现了 烦躁 积热 液晶 多汗 那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 勾楼病的早期 勾楼病的早期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是递选项 没有问题吧 相信这一题 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么咱接着往后来看一下45题 45题 孩子4岁 我们讲勾楼病的孩子 一般来讲两岁以后 就进入到了后遗症期 所以这个时候 光看这个年岁 考勾楼病的话 它也就只有后遗症期 而且因为孩子有欧型腿 对吧 欧阴腿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骨骼肌型吗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它就是一个后遗症期的情况 一般来讲 两岁以上的孩子 有骨骼肌型 那么它就是勾楼病的后遗症期 没问题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46题 46题 这个孩子 有一个典型的表现 叫什么呀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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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抽 选 错 虐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手足挫虐的话 手足挫虐会有哪些情况呢 会有猴筋卵 会有手足抽搐 如果血盖子在1.75到1.88之间 会出现桃色症阳性 会出现面神经阳性 还会出现肥反射的阳性 咱叫做桃面肥 这是隐秘性的表现 但是在婴儿期的时候 它并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静卵性的发作 所以一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考的是不具备的选项 没问题吧 那么呢 这是A2型题 我们接下来往后来看一下几组A3 A4型题 也就是说多个选项 共有一个题杆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第一组题 这个孩子25日里 母乳未养 然后出现了双眼凝视 突然间叫有初学点 那这就怀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怀疑是双眼凝视 突然间叫有初学点 这怀疑是我们初学 和初学有关的是咱们维生素K 因此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晚发性维生素K缺乏性的初学病 所以在学里面是D选项 D选项 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里问了 他的发病病因不包括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疾病可能和维生素K通过胎盘的量比较少有关 也可能和孩子出生的时候肠道细菌比较少 所以维生素K合成减少有关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同时呢 母乳它不是万能的 它缺维生素K 缺维生素D 所以C选项也是有可能的病因 其次呢 长期使用我们的一个抗生素 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样的一个维生素K降低的情况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孩子有先天性的 有先天性的 很多队员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自己第一主题 我们自己先来看一看你要选择的是哪一个 第一目说这个孩子25日里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 往往就怀疑缺乏两个东西 一个是K 一个是D 维生素K呢会导致出血 维生素D会导致勾楼病 维生素D往往是远期表现 而维生素K这就是近期表现 那咱来看这个孩子凝视尖叫出血点 基本上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出血 而且有可能会出现了颅类出血的情况 那你看前性隆起 那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维生素K的缺乏 可能会出血的就是维生素K缺乏 原则上来想咱再做题 如果说出现了小儿出生以后三周 出生以后三周 孩子缺乏维生素K的话会导致凝血机制发生障碍 凝血肌的障碍 宝宝就会有皮肤的淤点淤斑 或者是胃肠的出血 严重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会出现颅内出血 颅内出血就会表现为双眼凝视 前性隆起脑性尖叫 所以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症 这个点考的是咱们叫做晚发性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病 考的是这个知识点 那么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疾病的发病机制不包括什么 你想选哪一个 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病 它的发病机制包括五点 第一个就是维生素K通过胎盘的量比较小 所以孩子的储存比较低 A选项没有问题 所以正确的病因 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肠道是没有细菌的 他在出生过以后肠道才会缓慢的出现细菌 而我们维生素K的合成则需要依赖细菌 因此这里讲出生的时候就有菌 是不对的 因此咱的答案就是B选项 但是我们讲除了B选项以外 咱的B选项有五个 还有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看看 孩子一般来讲母乳里面维生素K含量比较低 大概是只有15微克每升 还是量比较小的 或者说呢 这个孩子有先天性的胆道疾病或者慢性腹泻 那么这个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会影响维生素K的吸收 或者说这个孩子长期使用光谱抗生素 也会影响维生素K的吸收 所以这个孩子发病病因 再选的是B选项 一定记得刚出生的时候肠道是没有细菌的 那么下面检查当中不适用的是水 不是用的是水 不是用的我们选的是维生素A的测定 一个呢 再往上维生素K缺乏 一个呢 我们说了 如果要是测定维生素A的话 我们如果要是说是想用维生素A 去测定维生素K 可不可以 也行 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我们使用高压液向层吸法 可以去检测里面的维生素K 但是出血量大 吸血量大 是不适合于新生儿的 一份飞去 它是不适合于新生儿的 很适合于新生儿的 连在这儿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列检查当中不适用的是谁 我们可以测击血没缘 可以做投入ct或者是核磁 来看一看有没有炉内出血 我们也可以查查活性因子的总量底值 也可以做一个其他的检查 但是我们讲的这是维生素K缺乏 所以在这个点上 医学像是错误的 而且呢我们说 即使是维生素K的测定的话 在我们要是说是使用高阳液像层吸法 去直接测血液当中维生素K的话 它也是有缺陷的 因为这个检查呢 它需要的血液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来讲也不适合于新生儿 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出生25天的宝宝 它还水新生儿的范畴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也不用这种方法 我们每日口服维生素A 一般来讲是1500微克 1500微克 所以呢 站在里面明显它是一个中毒的表现 有这种大量口服维生素A的病史 又有一些临床表现 你就直接判断 它是一个维生素A脉性中毒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里讲了 化儿来源就诊 我们的血浆维生素A的浓度可能是多少 那咱就要知道 如果要是这个孩子可以确诊 这维生素A中毒的话 它的血浓度维生素A是大于多少 正常值是大于5.1 所以你来找一个大于5.1的值吗 那就咱的E选项 没问题吧 这点卡得起的就是5.1毫模每升 那么治疗的时候正确的是什么 正确的描述应该是A选项 肝体大需要半年来进行恢复 我们停服维生素A一般来讲 一到两天以后症状可以好转 一到两天症状可以好转 所以立即缓解 不像 那么多久颅内压可以消失呢 一般来讲一周以后颅内压会消失 皮肤粘膜的损害 往往是在停药后一个月好转 骨骼异常 肝皮大 往往是通过半年才能恢复 它并不是不可恢复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描述正确的就是咱的A选项 你答对了没 好的我们来看看下一组题 这个题目讲五个月的孩子 纯母乳未养 偶尔加点鱼干油 这什么补的不够 所以这个孩子出现了烦躁多汗 枕头颅骨软化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勾楼病 这一体基本上不具有难度 相信大家都能够做得对 插什么 X线看有没有骨骼机型 血盖血淋解性淋酸酶酶 枪维生素D3 所以这一串对于我们来讲 也是哪份的必选点 治疗怎么办 这是维生素D缺乏性勾楼病 所以咱补什么呢 补维生素D 咱选的是非选项 相信大家在这个方面 做的都是很好的 那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组题 这里讲的一个孩子 冬季出生 单纯喂养 基本上就是勾楼病嘛 勾楼病我们如果想明确诊断的话 咱要做一个血生化的检查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 那么维生素D怎么办 来看这个孩子 逐月出生 逐月出生 那我们给他进行治疗的时候 是怎么办呢 选什么 我们给的治疗量 是2000到4000 2000到4000 持续2到4周 情况改善以后 就改成维生素D的预防量 400到800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给的治疗方案 是3000个单位每天 所以咱选的是C选项 没问题吧 卡的点是治疗量 治疗量2000到4000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组题 这个题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看 冬季出生 未天浮食 骨骼畸形 只能是 勾楼病 勾楼病 维生素D 缺乏症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骨骼 机型 有机型 选机器 有机型 选机器 那么这一时期 哪一个表现 不是 来 看一看 这个题要选哪一个 在我们机器的时候 盖化带会消失 出现背口状 毛刷状的改变 然后软骨带会增宽 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不规则的盖化带 我们有的时候要叫做临时盖化带重新出现 那么D选项是恢复期的表现 所以呢 我们的选择就是D选项 这个是恢复期 没问题吧 好的来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一看下一组题 我们经常讲坑爹呀 坑爹 这还有坑娃的妈呢 这儿科大夫当的 哎呦 男孩一周睡 妈妈是儿科大夫 怀疑他是沟罗币 每天给他上午五千 你就算他是沟罗币 你每天也只能给两千到四千吧 结果好嘛 一个月以后 第一次欧凸 烦恼不安 啥也别说 一定是中毒 一定是中毒 那么我们接着说了 以下结果哪一个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我们看一下以下结果哪一个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如果想进行诊断的话 第一个他要有病史 有的过量服用过维生素D的症状或者是病史 第二个早期血盖身高 身高能达到多少呢 能达到三毫膜每身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尿这样的一个反应是成什么性啊 叫强阳性 强阳性 所以不可能出现的是B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 还能够见到哪些 在癌根线检查的时候 可以见到藏骨骨构 它的一个钙化带增宽 增宽如果烤细了 是大于一个厘米 大于一个厘米 那么还会出现咱的弹字血症 脱水 电解质紋乱 所以在这里边呢 唯一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 根据以上诊断 我们在治疗上要注意什么 都吃那么多了 先停药吧 所以选的是异血症 停药 立即停药 所以啊 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我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记一身小心 尤其不能随意来进行用药 那咱看一看64到67体 这样的一主题 这个孩子抽搐 乒乓求养感 那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维生素D缺乏性手足错虐吗 手足错虐引起惊觉的 我们叫低盖惊觉 为什么低盖 好了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主题 我们自己先来看一看 您选的是哪一个 这一题的关键词是什么 这一题首先一个关键点在惊觉 而且是无热惊觉 无热惊觉 其实这题就已然结束了 我们就怀疑它是一个低盖 引起的无热惊觉 而且你看怎么来因证低盖 这个还是有头颅软化 乒乒乓求养感其实就是颅骨软化 颅骨软化其实就和低盖息息相关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是低盖血症 没问题吧 那么治疗怎么办 那么治疗怎么办 这孩子有愁处 那么我们得注意一下 咱整体来讲考核方法叫做先镇静 后补钙 纠正情况再补地 那现在这个时候能用抗点血药物吗 不行 如果说这个孩子有愁处的话 我们可以用的是什么可以用水和滤全灌肠 可以用低吸盘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五个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话 我们有时候年龄过小 还可以用我们哪一个本巴比托 都是没有问题 那么在治疗上 我们是不能用抗点血药物的 那既然这里没有止症静 那么我们就来看 先症静后补钙 补钙补什么 补葡萄糖酸钙 所以咱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葡萄糖酸钙 没问题吧 最后才能给他记住 才能给他使用维生素D 先镇静后补钙 纠正情况再补地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给他使用这个维生素D的时候 也不是记住 一般来讲维生素D到最后的时候 是以口服为主 口服维生素D来促进钙的吸收 维持我们的治疗效果 所以我们讲综合以上 来选的是钙剂 那么控制经绝以后 怎么继续治疗 补充维生素D 没问题吧 先镇静后补钙 纠正情况再补地 那么这里还问了 说如果这个孩子突发经绝 首先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六十七题 如果在门诊突发经绝 那我们来看一下六十七题 突发经绝 经绝先镇静 首选D C 判 是B选项 有问题吧 好了 那么呢 我们A3A4的题型 要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个 咱们一个B型题 那么我们要注意提干 对它的一个精准性的描述 这里讲了 液晶多汉 户外活动少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临床诊断 维生素D缺乏性 勾楼病的线索 所以六十八题 再选的是一选项 然后接下来 运母补维生素D 母亲巴拉巴拉做一些东西 那这是来做什么呢 这个做的是预防 所以第二个选的是预防 关键在这两个字上 病因存在 出现了体征 有一系列的改变 那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叫震动 所以我们讲 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关键点 往下来看 相信这一点 我们只要仔细一点 也不会失分 我们接着往后 咱来看一个 X型体 又叫做综合性体 也就说是 在第四代元的时候 这个题目可能会出现 我们来先自己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孩子 摸乳不足 胃天腐蚀 基本上和营养有关 那么咱来看看 这个孩子 瘦 瘦 那么呢 咱怀疑这个孩子 而且皮下脂肪减少 厚度达到0.4 那这应该是一个 营养不良的孩子 母乳不足 胃天腐蚀 基本上药口也就几块 要么呢 他就来看看 你是不是有没有 维生素D缺乏 要么就来看看 有没有营养不良 要么就来看看 有没有贫血 但底下骨骼畸形的是 沟楼病 然后如果要是出现了 啪白 然后呢 是以我们的一个 实验室检查 MCV描述为多 那可能考究 缺点性贫血 如果给你描述 皮下脂肪减少 那基本上就是 咱们一个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所以他的主要诊断 你提供 反马夫妇跟你讲 体重7公斤 两岁的孩子正常多少 两岁孩子正常12公斤 而且了皮下脂肪少 皮下脂肪厚度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体主要的诊断 是营养不良 没问题吧 营养不良 那么接下来 化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 化儿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 这可就是一个多选的感觉了 对不对 可能就方方面面都有 那么营养不良的时候呢 导致代谢异常 代谢异常 那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低蛋白血症 所以F没问题 他还会出现糖代谢的异常 糖原不足 消耗过多 就会出现低血糖 低血糖没有问题 他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水盐代谢异常 还会出现消化液和酶的分泌不足 会出现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 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 他还会引起我们的脂肪细胞 脂肪细胞萎缩 收缩力减弱 心薄出量减少 那么还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还会出现我们维生素A的缺乏 所以C没有问题 那么除此以外 还会导致肾功能的减退 会引起我们肾功能 肾的浓缩功能的降低 营养缺乏 孩子的免疫力也会受到影响 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低下 会罹患各种感染性的疾病 所以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 ACDEF这几种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选项 营养不良 还出现高胆固醇血症 咱实在太高看这个宝了 那么接下来 其了三题问了 说这个孩子出现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 那这不是标准的自发性低血糖吗 对不对 自发性的低血糖 那么如果出现低血糖 测糖 补糖 所以往下看自己提到真的是不难 这两题就是白送不是提 那么接下来就问你了 起始治疗措施有什么 这个孩子营养不良 喂养有问题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改进喂养方法 没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尽可能给它用什么方法来喂呢 给一些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 开始供给热量是多少 214千角 没有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咱再往后来看一看 我们还可以给什么 扣服一些B组维生素 易选项没问题 扣服一些喂蛋白铭铭铭来帮助这个孩子消化 没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呢 还会使用一些蛋白同化类固存质剂 比如说是咱的这个本饼酸糯笼 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咱还可以补什么 还可以补充新的质剂来促进食欲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咱的答案是 A B D E F 所以咱们选的时候一定要稳住 那你给葡萄糖 你也不能给的量太多 太多会导致高血糖的 高血糖会比低血糖更可怕 所以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组题 这个6岁的孩子 这个6岁的孩子 食欲旺盛 喜欢吃甜食 哎呦 这小怪已经60斤了 平素还有疲劳感 问他的体重范围是什么 这个孩子正常的体重应该是年龄乘以2加7 所以6岁乘以2加上 好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组题 这一组题呢可能会和肥胖有关 你看6岁的孩子食欲旺盛 又喜欢吃甜食 体重30公斤 有疲劳感 那么第一步时间我们要来算算这个孩子正常体重 我们的体重公式是年龄6岁乘以2加上8 也就说对于6岁的孩子来讲 他标准体重是20公斤 20公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再对照一下子 这个孩子他本体孩子是30公斤 30公斤操重多少了 操重了10 正常是20 他操重差不多达到了50% 所以这个时候呢 操重在40%到59%之间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重度肥胖 我们答案是A选项 没问题吧 那么肥胖症的诊断指证有5个 第一个是年龄标准体重法 这一选项没问题 第二个身高标准体重法 F选项可以选 皮脂的厚度 D选项可以选 总体质或者是体质百分比A选项 没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体质指数 所以B选项可以选 但呢 答案就是A B C D F 没问题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固定知识点 那么我们给他进行实验室检查 我们可以查查什么呢 这个孩子胖 我们试可以查个胰岛素血症 查个胰岛素血症来看一看 他可能会有一些高胰岛素血症的情况 那么这个孩子呢 生长激素水平有的时候会偏低 所以呢 在有的时候会来查一查血的生长激素的情况 但是这个孩子生长激素是应该偏低的 所以B选项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可能还会有甘油三指的增高 这个没问题 胆固醇的增高 没问题 严重的孩子 他的血清β白蛋白也会出现增高 那么唯有一个是低的是谁呀 生长激素 所以咱的答案就应该是A C D E F 毛来的F 所以咱的答案就应该是A A C D E 没问题吧 所以这是咱的标准选项 相对来讲 这种题目做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难的 同学们呢 但是你要树立信心 整体来讲 我们还得多做题 锻炼一下题感 你要证明考试的时候呢 一个就是身高和降低 一个呢 他就会在我们的诊断上面 来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考题的设置 所以整体来讲 复习的时候 第一一定要能够稳重 把我们的绝对考点 一定要复习到位 第二个也就是说复习的时候 尽可能还是要全面一阶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 依靠过关课底制胜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第五章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